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 我们来聊这个70周年夜宾 然后在油管上 在外国人眼中是怎么评价的 我们更关心一下 就是国外的朋友是怎么评价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央视的中央电视台的官方频道 那他的播放量是到现在已经有740万次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有7000多点评论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条说的是什么 第一条说的是特朗普的这个阅兵 跟中国的阅兵没法相比 中国的阅兵令人印象深刻 同样他希望澳大利亚也来这么一次阅兵 这个是Long Liu 这个是泰国的一个朋友 他说中国共产中国万岁 这个是说的是 印度的 印度也有这种人 他说 中国很好 大印度 印度中国关系万岁 对啊 这个说的是 这个说的是 而这些人在排队啊 升步调升高各方面都非常完美 堪称机器人啊 我非常敬畏 他知道这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刻苦的练习啊 向他们致敬啊 这个是说的是 这个 这个是 应该是西班牙文啊 优雅啊 令人羡慕的阅兵是 祝贺中国军队 这个是中国啊 祝贺中国啊 中国万岁啊 这个是泰国的 这个说的是 巴基斯坦啊 巴基斯坦啊 Congratulations啊 巴基斯坦的朋友的祝贺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台湾或者是香港的啊 他觉得这个是 全世界步骤最好的啊 祖国的 解放军各广 这可能是香港或者是澳门的 这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说哎 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令人高兴啊 中国千辛万苦啊 终于有 顽强的中华民主精神 中国加油 马来西亚华人 全力支持中国 马来西亚华人啊 马来西亚华人啊 他对我们中国大陆的认可 认可都是非常高的啊 这个是马 第四代马来西亚的华人啊 那祝贺 祝国越来越强大 这是鸡皮疙瘩 这个 我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看一下外国人啊 我看一下外国人怎么看啊 中中文的我就不看了啊 这个说的是这个 经过五千年的经验啊 今天啊 实现今天啊 每个中国同胞都不会沾沾自喜 不并 从犯重复的托诺 我们曾跌路啊 这个应该是中国人啊 写的啊 被其他国家瞧不起 这个是德国的啊 Happy Birthday 都讲了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应该西班牙文吧 西班牙文他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说啊 组织的非常好非常漂亮啊 西班牙 问候 这个是一个马尔大夫的啊 马尔大夫的中国军队 太爱中国军队阅兵了 这是马尔大夫的 这是捷姆债的啊 我爱中国 这是也是捷姆债的 巴基斯坦的中国万岁 这个是 非常完美的啊 出色的表演 每个视频的姿势都非常完美 这个是意大利的啊 意大利的 这个是 这个是祝贺啊 荷兰的啊 祝贺所有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非常完美 每个人都 许多人都尊重每个人啊 荷兰的 这个说 对国家的奉献太美了 看到 这个 嗯 中国这个频道呢 我们就先看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别的频道呢 这是 sctv光媒的这个宣传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其他国家的这个 这个有300万的点击率啊 4月1号 这个什么哪里的 他 他说 这个 所谓的 步兵啊 他的转头的姿势 可以击败 计算机啊 就是非常整齐 这是中国啊 这个像计算机动画一样的啊 看起来非常的像 这是其他国家都感到恐惧啊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说的是 中国比美国有更好的团结 美国人无法摆脱种族的竞争 怎么去啊 团结啊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 团结 各个民族都非常团结啊 这个说的是什么 嗯 这个说 他看到中国的医学评设计 就想让他考试啊 这个说的是巴基斯坦的啊 这个巴基斯坦的 他说这看起来很不真实啊 看起来就像动画 中国之美 来自巴基斯坦的爱 这个是来自这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啊 他说二战以后 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这个禁止啊 然后再要归功于乌克兰 俄罗斯啊 就说乌克兰俄罗斯在解放初期还是 对我们中国帮助很大 这个他说 他在玩小熊维女军事作战游戏啊 这个说是 这个也说的是这个军队看起来像 11G一样的啊 不像真的啊 这个他说是希望美国也庆祝一个 美国的特朗普的这只业军 那看起来像走大街一样啊 这个说的是 我内心的强迫之症的多多多一生的 这个他说的是就像看卡通片一样的啊 就非常 他怀疑这个是真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就 从这部分他主要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军队啊 这个做到如此的整齐感到非常的惊讶啊 这个我们就看到这边啊 这个就是这个啊 300万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看一下这个是 呃70周年那个晚会的啊 焰火的晚会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他们评论是什么 这个也是订阅力很大 有56万的看啊 评论是1300多条 我们看前面几个条吧 这个说的是什么 嗯 这个说人们不喜欢中国是因为他从西方政治中啊 这个说人们不喜欢了解中国啊 除了假新闻 人民反中国以外 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 中国人受 受过教育 热爱世界啊 尊重不同的文化 尊重中国 所以他叫我们 叫大家尊重中国啊 叫大家尊重中国啊 这个说的是啊 仇恨中国啊 但中国一直保持成长啊 我为中国人民感到骄傲 他们团结 勤奋 有纪律 有决心 我有中国系统 我爱中国啊 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华人啊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说 美国这些人称共产主义老鼠啊 对他们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世界第一代恐怖分子 生日快乐啊 这个人他说美国是世界第一代 才是第一代恐怖分子啊 迷人的文化传统啊 伟大的人民 明智的领导人 奇妙的国家 继续保持 这个说的是 所有的仇恨者 不论你讨厌还是嫉妒 中国都会越来越好 而你只能生活在自己狭隘的世界中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说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民如此自豪啊 从没有入侵过别的国家 从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分子强加一任 这是个伟大的国家 这个人说的是什么 谢谢 习近平主席啊 对中国人民快乐啊 这个说 这个说的是 是 美国媒体想告诉我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被压迫 痛苦 我在这里看到还了 现代 有才华的团结中国人民 祝贺中国 来自美国啊 是 这个是俄罗斯的祝贺啊 这个是 他说 他不知道菲律宾人 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但对他来说 他真的很喜欢中国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说的是 他 这是他一生中见过最好的国家 国庆阅兵 中国人民正在享受的 阅兵的方式 是他们如此的美丽 这个是墨西哥的啊 他说中国 很棒 这个看一下 就是说 只要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有些外国人 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且喜欢对中国的领土 表达幼稚的看法 那么他们是从YouTube上 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吗 而不是来自历史书的吗 这个说的是什么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啊 他说 中国万岁 保佑中国啊 马来西亚 这个说的看一下 这个说的是什么 这个说的 中国有任何国家存在的问题 他们不在乱里 是愚蠢的 这些人 这些人展示了 团结合作可以做的 就是海外的很多媒体啊 他把一直在攻陷中国 抹黑中国 然后这些老外看到了之后 他就觉得那些 那些黑美很不地道啊 这个没有侵略过家的 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的国家啊 只是要 做自己长远的 战略规划 就我们中国啊 他这个我们中国一直持续的那种 具有远见的战略政策啊 就是很多国家他没有的 这个说的是啥 这个说的是 这个说的是 这个是俄罗斯的啊 应该是俄罗斯人的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 而在全世界没有进行战争 政策更替 多少年来被国外列为殖民地 过去的衰落 他们克服了一切感动 保佑中国俄罗斯 好 我们就先先看到这边吧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 呃外国人啊 就是这种其他国家的啊 评论对中国这个夜宾的评论 还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啊 也很多人对中国这种 呃 夜宾的这种气势 很赞叹啊 他就觉得中国能做到这种整齐话语 非常不可思议 好 我今天分享就分享到这边啊 希望给大家 提供一点参考啊 就是说你除了去看那些港媒的啊 港大媒体是比较喜欢黑中国的 比较喜欢那些丑化中国的啊 比较喜欢拿中国的一些 呃什么事情来来 大作文章啊 大事宣了 但是这些呃 生活的其他国家的人啊 他看到中国还是稍微比较客观一点的啊 好 今天分享就分享到这边啊 谢谢大家 嗯 对 嗯 谢谢大家